12月29日在郑爽爸爸关联餐饮公司被爆欠税后 郑爽妈妈在微博发文 疑似回应 江湖祥啊 欺负善良的人就不怕因果报应吗 壳子都这么佛序了 还是挡着某些人的路呢 善良一些吧 有这么多可爱的板板们坐后盾不怕 12月28日 郑爽爸爸关联餐饮公司被爆欠税引发热议 当天晚上该公司法人发声 表示此事责任与郑爽爸爸无任何关联 并表示郑爽爸爸郑成华只是投资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